五岁小男孩独自去小超市买东西吃 老板问他和谁一起来的 小男孩却指了指空气 说是跟奶奶一起来的 等小男孩离开后 老板发现付款的竟是一张明币 看视频点赞的人运气特别好 小男孩有个疼爱他的奶奶 父母没时间照顾他时 爸爸会叫奶奶过来帮忙照顾小男孩 奶奶会带着他出去玩 还会带他去小超市买零食吃 从老板和奶奶的闲聊得知 奶奶有高血压等老年病 老板还会逗逗小男孩 因为小男孩五岁了还不会说话 你要是叫我一声张叔叔呢 我就把他送给你吃 只会说呀呀呀两个字 等妈妈回来后 奶奶就告别小男孩回自己家了 第二天父母急着出门 可是奶奶还没过来 爸爸只好在小男孩周围画了一个圈 告诉他千万不要出这个圈 小男孩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 没多久奶奶就来了 小男孩自己跨出了粉笔圈 这次奶奶没有带他去小超市 他带着孙子回到了自己家 奶奶说自己没钱了 让小男孩去楼上找爷爷要钱 小男孩听话的就往楼上走去 到了中午爸爸回来了 他看见小桌子上有